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前面学过的这个福音原音的拼读 我们还是要不断的进行复习啊 因为我们这个网课和面书课不一样 可能你缺乏这个监督的这个媒介 可能有的时候就比较有惰性 所以我们在整个的课程当中会不断的给你进行复习 帮助你去掌握啊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复习原音字母的 这个字母的名字叫什么 Jota,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在发音的时候啊 一定要两唇向前撅 中间有一个摩擦音 然后我们看一下单词 在这边就读了 janela janela jeito jeito jogo jantar jejum gingko tijolo joão 我们再度一点 janela jeito jeito jogo justo jantar jantar jingo tijolo joão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面的这个音 还记得是哪一个复音字母吗 它是复音字母 se 复音字母se 之前老师在说 你要进行书写的时候 先写一个se 再下面写一个小段s 就相当于是一个软音符号 加上软音符号之后 表示这三个音节 读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单词的评读 第一个 我们再来一次 Casa Mosu Asuga Masan Mosambique 好 我们来看下一组啊 这个字母叫做 ze 名字叫做ze 对吧 发音的时候啊 双唇之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摩擦感 ze 然后我们要注意一下啊 哪些情况 它在原因当中的哪些情况 嗯 大多数啊 之前我们说的 对吧 zigzagging zigzagging 当它出现在音节首的时候 发z 当它出现在音节尾的时候 发z bash 对吧 这是两种常规情况 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啊 稍微特殊一点的情况 第一种 观察一下前三个单词啊 这个s都处在什么位置上啊 细心的同学可能已经发现了啊 它处在两个原因之间 对吧 出现在两个原因之间 当它出现在两个原因之间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它要发z z 也就是发 带有摩擦的这个z 所以这个时候发成 meza bezo brazilia meza bezo brazilia 然后我们来观察 然后我们来观察啊 这后面的这两个单词 这个s 不 这个s 它是不是都处 都相当于处在音节首啊 处在音节首的时候 它本来是应该读 s 对吧 但是在这两个单词中 它要读 z z 这两个啊 因为第一个词比较常见 后面的这个词 即使是母语的人 他们也非常容易读错 也非常容易读错 为什么啊 就是因为 在葡萄牙语当中 有一些词 是可以在拉丁语中 找到词根的 比如说这两个单词 它分别都可以在拉丁语中 找到词根 所以这个时候 它要跟原词根的声音 保持一致 所以这个词就读成了 transit 这个词就读成 obzecue 再说一遍啊 transit obzecue 这个词没办法 有特殊的进行记忆 就可以了 我们再把刚才这个 重复一遍 mesa bezo brazilian transit obzecue 好 我们往下来看 你可以再观察一下 这个s有什么特点 i 你可能已经发现了啊 这个s都处在 中毒阴节的末尾 对吧 都在中毒阴节当中 这个时候呢 它后面一般都是谁啊 又是这两个字母 对吧 又是这两个字母 处在中毒阴节 并且它们的后面是m和n 这个时候的s 在葡萄牙要发成 z z 就是 对了 就是roda的那个 z 所以这个单词要读成 mejme ajme lejme sijne 我们再来一次啊 mejme ajme lejme sijne 好 这里我们再复习一下字母组合 je u 和 ge u 我们来看一下 还记得吧 当他碰见 a o的时候 u是要发音的啊 发成 guago u不发音的时候 碰见r e u不发音 ge qui 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一 横着的第一行 guiné miguel portugish ning gain consegente 然后再来一次 guiné miguel portugish ning gain consegente 同样呢 当字母kéu碰见o a的时候 也是 ko kwa 当他碰见r和i的时候 同样这个5是不发音的 我们看一下 k akiel aki kent kindu 我们再来一次 k akiel aki kent kindu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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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